在山东临起市区有一座规模非常宏大的古墓 这座古墓位于水田路上 周围的围墙把古墓围得密不透风 而墙上也满了荒草 整体让人感觉历史感非常的浓厚 据说这座古墓在几十年前上面还有着巨大的封土 而在周围还有四个稍小的封土 本来这里是一片农田 后来土地改革之后 附近的农民就将这四座稍小一点的封土产平了 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发现了雕有龙形图案的石块 文庭此讯当地文物部门急忙赶到这里进行勘测 通过勘测他们表示 此处大概是一座古墓 而四座小型封土就是陪葬墓 至于墓的主人还需进一步研究 但考古人员却表示 这有可能是唐代的大将军罗成的墓葬 之所以考古学者会认为是罗成墓 这主要是根据当地流传的一个故事猜测 据说罗成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佳 情感不顺 诸事繁星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然而却依然不能够明确墓主的身份 但经过再次的确认 考古专家确定 这座墓并不是罗成墓 而是东汉的一座诸侯王墓 因为这座墓葬的形质是三层果 而古书中记载 此种墓葬 墓门是王质 出土的文物 也是皇帝和诸侯王们 所专用的丧品 经过考古专家 结合史书记载分析 此墓乃是汉朝的某一位狼牙王之墓 因为汉武帝留宿的儿子 刘金被封为狼牙王 都城就在如今的灵奇 而刘金一共世袭了七代 其中只有刘金死后 葬在了今天的灵奇市区 河东区汤河一带 其余的全部都葬在了灵奇附近 所以这座墓应该是东汉的某一位狼牙王 以及其妻子的墓葬 而如今这座墓葬 已经成为灵奇市区一个奇特的景象